Jasper通过爸爸去哪儿获得了无数人的关注 节目中的Jasper善解人意 可爱聪明 但是爸爸陈小春的脾气却是一场的火爆 于是网友纷纷同情Jasper 并吸引这是Jasper带领陈小春参加的爸爸变形季 11月9日 爸爸去哪儿官方微博放出了即将播出的最新高清海报 这次的Jasper终于遇到了一位温柔的爸爸 他就是杜江 节目中的杜江总是温柔的对待恩恨 这次充当Jasper的爸爸 让不少人期待这对治愈系组和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剧照中我们看出杜江在耐心的给Jasper说事情 想必这要是在陈小春的身上似乎很难见到了 不过 近两期的节目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陈小春的感变 对Jasper态度的转换 Jasper与杜爸爸一起玩游戏 这样的和谐的画面真的让不少人感受到了幸福 爸爸去哪儿官方微博随后配文道 当别人家乖巧懂事的孩子Jasper遇上别人家细心体贴的爸爸杜江 这是要把温柔溢出屏幕的节奏啊 Jasper也是十分的高兴 这高兴的感觉隔着屏幕依然能够感受到 对于Jasper来说 要是爸爸真能变成杜江爸爸这样 一定是自己非常想要的吧